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做豆腐之前 杨师傅都会花一天时间选料 他一般选用无皮肾性黄豆 只有颗粒饱满 颜色纯正的黄豆 才能入杨师傅发眼 将挑选出的黄豆浸泡在大缸里 过段时间会出现大量泡沫 杨师傅撇去上浮桌的泡沫 待到第二天早上 杨师傅就可以进入到制作豆腐的核心工具 打豆浆 天刚蒙蒙亮 杨师傅就早早起床 到作坊里将昨晚泡好的黄豆倒入大锅中 炸出生豆浆 将炸好的生豆浆放入锅内过滤出豆渣 使豆浆口感更加顺化 接下来就到煮豆浆的环节 杨师傅将过滤好的豆浆放入锅内煮沸 煮的温度保持在一百摄氏度左右 直到熬制出香醇顺滑的豆浆 煮好的豆浆需要进行点卤以粘固 这是制作豆腐最关键的环节 杨师傅将准备好的特征卤水倒入熬制好的豆浆中 边倒边搅拌 不久之后 豆浆就会凝结成一块块晶莹剔透的豆腐花 在豆腐花即将凝结之时 杨师傅用勺子 轻轻舀进已铺好包布的木托盆 盛满后 用包布将豆腐花包齐 盖上木板 压10至20分钟 集成水豆腐 再经过压制去水分 杨师傅此次的豆腐就制作而成了 面条与豆腐搭配最能緩发出豆腐鲜嫩的口感 并使其具备更高的营养价值 杨师傅的妻子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为隔壁即将过寿的老人做了一碗豆腐汤面 豆腐清爽滑嫩 极以消化 对老人来说是极佳的养生食物 杨之斌师傅从15岁开始办事学艺 练就了这一手绝活 至今已有50多年的制作经验 他始终坚持用传统工艺做豆腐 这么多年 豆腐已成为杨师傅最亲密的伙伴 对他来说 这一份老手艺便是他用一生寄予相信最好的礼物 而豆腐也是大自然的临线人民最好的馈赠 是这方水土上独有的滋味